观众朋友玩 今天受到风面通过的影响 天气比较不稳定 很多地方都下了一点雨 那也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在气候方面感觉上 在北台湾这边有一点点偏凉 明天东北风会再稍微的增强一点 现在可以看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现在大概黄色的普通 到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 虽然黄色的范围很广 还好也是来到普通的等级而已 那至于说今天到目前为止 降雨的状况 主要大概是中部以北 这边稍微比较明显 南部零零星星也有下了一点点雨 大部分地区下雨的量并不多 大概就是二十几顶多 三十毫米而已 那至于说在天气系统 温度上面来看 跟昨天比较差别不是那么大 北部这一个东北部 这边一直到基隆 甚至到宜蘭 一整天还是稍稍比较偏凉 中南部这边白天温度 都还是偏高的 那至于说天气土上面 风面已经过了台湾 后面的高压范围开始压下来 东北风到了明天 就会有增强的状况 不过这一波东北风冷空气 说强不是那么的强 到了礼拜三的白天 云量减少了阳光露脸了以后 温度就会往上升 所以北部 东北部大概竹苗 以北到基隆 宜蘭甚至花莲的北边 明天可能会比今天再更凉一些 那部分地区像在大台北 来基隆 可能感受到还会有一点点 冷冷的状况 那礼拜三的白天 阳光照射以后 温度就会往上升了 那一方面当然是冷空气量 不是那么的多 第二方面 阳光出来照射 温度就往上升 那真正东北风减弱 大概就等到礼拜四 不过礼拜三的白天 温度就有回升的状况了 那至于说到了明天晚上 我们看到高压慢慢移动出来 还没有移动出去 我们刚刚提到的说 到礼拜四以后 东北风才会有减弱的状况 至于说降雨的情形 封面过我们台湾 所以华南这里 有很多的云雨区移动出来 造成了台湾的天气 比较不稳定 那目前看起来 后面这边比较空一点 但是还是会有云层发展起来 再影响到我们台湾 明天虽然封面离开了 但是有华南云系的影响 各地区可能都还是 会有阵性的降雨 当然越往南边 降雨就越局部越零星了 那到了礼拜三 降雨就会再更为的减少了 大部分是以 情道多云的天气为主 可能是大台北的局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 有一点局部短暂而已 礼拜四以后天气更稳定 那至于说雷达上面 台湾海峡还是有很多的水汽 往台湾这边逐渐的接近 不过接近的过程 有稍微减弱 后面的云雨区再移动出来 就不一定说会减弱了 甚至有一些可能会在我们陆地这边发展起来的 造成各地区下雨的机会就比较偏高了 那气象鼠所预估出来的降雨 这个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我们看到中部以北 东部还是下雨 明天的白天 这个各地区都还是有短暂雨 不过到了中南部 这个雨就比较局部比较零星一些了 那等到了礼拜二的晚上 明天的晚上到礼拜三的清晨 西半部大部分地区降雨减少了 礼拜三的白天 主要大概就是北岸岸东半部 另外就是中南部的山区 有一点午后这雨 这个比较类似夏季的夏天的这一种 在山区 平地方面下雨机会比较高的 大概是北岸岸还有东半部 可以看得出来 到了礼拜三 降雨就有减少下来的状况 那就明天的天气预报而言的话 各地区都还是会有一些 阵性的降雨的 那温度上面的话 大概就是北部东北部 一整天可能感受到 有一点凉凉 甚至有一点冷冷的状况 中南部白天温度还是偏高 只不过一大早也会稍微比较凉一点 未来这一个礼拜水气最多 天气最不稳定的 大概就是在明天的礼拜二 礼拜三开始降雨就逐渐减少了